第39章 秋雨杀人 秋风笑人 在这个时刻 这群堕落骑士们展现了动玄境高手的真实水平 尤其是展现出了冷酷冷静在战斗中的绝对重要程度 这些堕落骑士并不知道 秋雨里的那辆黑色马车隐藏着怎样的凶险 但在龙庆示警声响起的瞬间 除了冲在最前面的那名骑士 其余的所有人都像子墨那样 做出了最快 也是最正确的反应 他们抛弃了身下的战马 顾不得做任何事情 在失路的泥地上连滚带爬狼狈地以手抓地 蹬着腿 拼命地向远离黑色马车的方向而去 只要能够拉远一段距离 他们似乎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可即便如此 这些堕落骑士依然没有完全避开伤害 树匹冲得太快的骏马冲进秋雨里 被雨水的无形力量割成碎开的肉块 有的骑兵削底被无形的线条切碎 有的人整只小腿被切了下来 断面出光滑一片 看上去就像是红色的圆里 有个白色的眼睛 反而愈发的恶心 惨力的嚎叫声在秋雨中不断地响起 空中那些肉眼根本看不到的线条 似有灵性般追逐着切割着一切 紫墨在雨中向后击退 抓起两名受伤较轻的同伴奋力地直向后方 就是耽搁了这么片刻 他身上的盔甲便多出了树道如同被袖拾出来的刻痕 似乎马上就要崩解 他闷哼一声 飞剑出鞘 运着精纯的天地元气在他身前急速呼啸而行 光影流转间 不知与雨中的那些无形切割力量发生了多少次碰撞 本来亮若名片的飞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来 本命飞剑暗淡受损 对于修行者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 然而此时紫墨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 接着本命剑争取到的片刻时间高速候略 也不知道退了多远 终于成功地离开了黑色马车的周遭 离开了这场凶险的秋雨 这才急忙把自己的飞剑召了回来 一名洞悬上镜的堕落统领 在黑季的最后方 他没有受到秋雨中无形切割力量的影响 只是看着那些冲进秋雨变成碎块的骏马 看着自己同伴身上诡异地出现的血线和深刻的伤口 听着同伴们痛嚎的闷声 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因怒不甘至极 只闻他一声力笑 翘中的飞剑翁鸣而出 化作一道带着黑色边缘的清光 疏忽间穿透层层秋雨向着雨水深处的那辆黑色马车刺去 然而一入秋雨之中 更准确地来说 一旦进入黑色马车周遭的层层秋雨之中 飞剑便再无法维持这等姿态 瞬间变得暗淡起来 表面出现了一层绣迹 似在片刻间承受了被雨水冲洗数十年的效果 紧接着 飞剑的绣痕表面上出现了很多细微的刻痕 龟裂一般 啪的一声响 飞剑跌落在距离黑色马车三丈远的雨水里 再也动不得分好 就像是死透了的蚊子 只能被雨水浸泡至腐烂 本命飞剑被毁 那名堕落铜铃脸色骤然苍白 哇的一声鲜血狂喷 寒冷的雨水从紫墨头发里流下 躺过他的眼睛 他看着身前的秋雨 即便被逐出神殿 被夜红鱼废去修为时依然坚毅的眼眸 终于出现了恐惧的神色 一场秋雨 一场寒 只是一场秋雨 层层的雨帘 重重的雨丝 只是那样安静地下着 冲洗着霜黄的野草 冲洗着马车与地面的血水 雨中什么都没有 然而里面却仿佛有无数根最细最锋利的钢线 沉默地等待着 切割着任何胆敢进入秋雨中的事物 无论是马 是人 还是剑 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秋雨本身 而是雨中那辆安静的黑色马车 看着那辆黑色的马车 看着马车上的宁缺 紫墨的脸色愈发苍白 觉得这辆黑色的马车和车上的人 都并不属于这个真实的人间 而是来自幽冥的世界 眼看着最强大最忠诚的下属被一场秋雨重创 龙庆眼眸骤然寒冷 不想再去猜存宁缺是否还能射出原始三箭 石海里的念力骤然喷波而出 调动寺庙周围的天地元气 转化成自己的气息 直接袭向黑色的马车 带着寂灭的意味 充满了毁灭能量的气息 仿佛拥有自己的颜色 那便是黑色 然而这道看似强大的气息 刚刚进入黑色马车周遭的秋雨中 便瞬间消失不见 至少在龙庆的精神世界里消失不见 失去了对那道气息的联系 让他的石海受到了剧烈的震动 不由脸色微白 深情微微摇晃了起来 秋雨里的无形切割力量 竟能把最精纯的气息切割开来 龙庆忽然想起了传说中的某种符 那种修炼至极触 甚至可以把空间切割开的神符 不由面色微变 景字符 龙庆看着宁缺 冰冷的眼眸里充满了震惊 又隐隐掏着令人心悸的渴望 就像是一个饿了十几天的乞丐 忽然在破庙里看见了一个白色的馒头 他哪里会理馒头上有没有血 有没有灰尘 他只想把这个馒头吃进肚子里 你居然学会了颜色诗书的景字符 看来你这两年里 进步也不小啊 景字符是宁缺最强大的一道符 在他的手中示战出来 威力甚至已经近乎于神符 然而动用景字符对他的境界也是极沉重的负担 此时他的脸色竟比龙庆还要更加苍白几分 勉强笑道 这两年不知道你躲在哪里 也许是被关在黑域 也许是遇着什么奇迹 但总之你离开这个世界太久了 所以有些落伍了 不知道我现在的传说 我可以原谅你的孤陋寡闻 龙庆淡然地说道 神儿 战斗才刚刚开始 你便把自己最强大的底牌掀了出来 我很好奇 是什么让你做出如此不治的选择 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吗 我本以为我们这些书院弟子 已经是这世间最自恋的人了 却未曾想到今天又看到了你 不过你这个问题 问得真是很白痴啊 一虎伯兔一当用权利 既然是战斗 当然要从一开始 便动用最强大的手段 这可是那些 只知写字发呆的少女都懂得道理 宁缺这句话里的少女 自然指的是疏痴 墨珊珊 当初在荒原途中 她曾经教过她 一虎伯兔的战斗态度 被宁缺嘲讽为白痴 龙庆也不动怒 看着她平静说道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愿意再打下去 你先走便是 我没有意见 你今天必须死 宁缺看着秋雨说道 你可以尝试过来杀死我 龙庆也望向这场秋雨 感受着雨中若隐若现的 凌厉浮意 笑中有些淡漠 有些计较 井字符确实强大恐怖 即便是它也无法破解 然而福到最大的特点 或者说弱点 便是无法永远地维持福利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自然里的风雪雨露霜 终会逐渐淡化 直至最后归于寂灭 龙庆右手负在身后 左手指着七寒的秋雨 微笑说道 哼 待雨停伏霄 青天重现 便是你的死期 宁缺沉默不语 这令龙庆感到有些不满意 他很认真地重复说道 你今天逃不了了 从我知道来的人是你开始 我便没有想过要逃 龙庆微微一正 问道 这是为何 你觉得我们之间终有宿命一战 哼 真不知道你在燕国皇宫里 是看什么长大的 世间哪来的这么多宿命 之所以我不逃 当然是因为我用不着逃 不要忘了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从来没有赢过我 哼 原来如此 龙庆有些情绪复杂地感慨一笑 笑容显得有些痛苦 有些伤感 难道现在的你 还可能是我的对手吗 唉 我说过 我不知道这两年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遇着了什么奇迹 但我不可能畏惧你 只要是你 我便相信 自己肯定不会失败 更不会死亡 宁缺看着龙庆皇子 因为这是我的故事 在我的故事里 像你这样的角色 永远只能用来陪衬我 车厢里 桑桑正在往 霞中剩下的铁剑上安装什么 听着宁缺的话 手指微微一僵 问道 你真这么想的 雨水掩盖了宁缺轻微的雨声 我不是小师叔 也不是二师兄 当然不可能这么想 而且我看这个世界上 最像故事男主角的人 最后 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我不喜欢他 所以哪怕打不过他 也要把他恶心死 宁缺用余光 瞥了桑桑一眼 说道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喜欢他 桑桑有些 羞怒解释道 我现在又不喜欢他 而且那时候 只是看着他生的好看 想多看两眼 至少曾经喜欢过 哪怕喜欢的是脸 也是喜欢 秋雨七寒 浮衣凌厉 血水渐淡 痛好渐低 红莲寺前的气氛 依然紧张 甚至将要窒息 然而在这个时候 宁缺和桑桑 居然还有心情 藏在黑色的马车里 窃窃私语 说着当年的旧账 龙庆 沉默无语 此时 井字符降临在 黑色马车的秋雨中 龙庆和堕落骑士们 无法靠近 然而宁缺 宁缺也无法趁机逃离 再强大的福 终究会有消失的那一刻 龙庆明白 宁缺试图拖延时间 尽快地恢复 于是他略意私存后 在湿漉漉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闭上眼睛 开始冥想 开始治疗体内的伤 这是战斗里的片刻安宁 这是秋雨赞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